步骤四中 竹块最后变成什么颜色? 它可能含有什么元素? 竹块最后变成黑色 含有碳元素 竹块隔绝空气加热 所产生的气体是否可燃? 残留的液体酸碱性如何? 竹块隔绝空气加热会产生氢气 甲碗、抑氧化碳等是可燃性的气体 加热后打开铝箔卷 竹块干溜的残留液体围成酸性的醋酸 步骤五中 竹炭能否燃烧? 是否有火焰? 与竹块直接在空气中燃烧有何不同? 经干溜后的竹炭可以在空气中燃烧 干溜完全的竹炭燃烧时没有火焰 竹块直接在空气中燃烧时 会放出可燃性气体 氢气、甲碗、溢氧化碳等 使竹块燃烧有火焰 地左右 收红 一些林丹金 用火焰 版本 挑战 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